大家好,我是李云飞,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 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让你的人生少做完路 穷人和富人往往就差在了人脉资源上 而决定人脉资源的核心点,那就是信息差 所以说穷人和富人最终是差在了信息的获取能力上 那信息创造财富,这说的一点也不过分 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5G时代的到来 我们迎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 那信息好像变得是无处不在 那通过这点来看,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好像正在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信息差距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那今天我所说的观点会颠覆你的认知 那就是互联网时代正在禁锢我们普通人的信息获取能力 加速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我们一起来看看当下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 是什么原因在限制我们普通人获取信息的这种能力 以及接下来我们普通人又要如何来破局 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限制我们普通人获取信息的能力 有以下这四种原因,以下全是干货 第一,获取信息的渠道上 在互联网不发达的过去,人们只能是靠设计交流 以及电视报纸的渠道来获取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在今天我们不但可以通过以上渠道来了解到信息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更科技前沿的工具来增加我们信息获取的渠道 让信息变得是无处不在 但是问题来了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大部分人到现在甚至连智能手机电脑都不会使用 又谈何获取呢 那再者说即使我们会使用了 我们大部分人又都会在网上看一些娱乐八卦新闻 我们主动放弃了这种信息获取渠道的权利 第二,获取信息的能力上 即使我们会在网上搜索到相关的信息 但是我们真的会搜索吗 那互联网信息发达的今天会有效搜索 那一定是一种能力 比如我们普通人最多只会在搜索引擎上去搜索自己想要了解的相关信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所搜到的信息大部分又都是一些广告 又或者是一些激励信息 那稍不留意我们就会掉进假信息的坑里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网上查找一下 如何更加有效的去使用搜索引擎工具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做重点讲解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知道贴吧 论坛博客以及地图 甚至是外卖平台 电商平台都能搜索到有价值的信息 只是看我们会不会搜索而已 第三 获取信息的意愿上 我们很多人更喜欢在网上去看美女晒大长腿 看另类搞笑片 看不入流的短视频 有几个人愿意真正的去学习 有用有价值的知识呢 这就好像你现在正在看我的短视频一样 也许呢 很枯燥乏味 但是一定能够让你学到东西 不过你能真的看到最后吗 这就要问问你自己了 所以越穷的人 他们越喜欢去打发时间 不愿意去获取到有用的 有价值的知识 第四 信息化时代的弊端 信息化爆炸的时代一定是千人千面 我们不懂 不会不愿意 去了解有价值的信息 去学习有用的知识 那么系统就一定会给我们量身定制 我们越不愿意看到什么系统就越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越想看到什么以后 那系统就会越蜂拥而至的推送这些内容给到我们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只要我们上网呈现出来的总是我们喜欢看的内容 那久而久之正是这些垃圾信息禁锢了我们的思想 屏蔽了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沉浸在其中从而是不能自拔 那所以说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 是不是正在禁锢普通人的信息获取能力呢 那我们的这项能力啊 变得是越来越弱了 到最后甚至会消失殆尽 那我们又如何去打破这种信息壁垒呢 五种方法 第一 学习时代的新技能 我们想要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要掌握必要的信息工具 使用技能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去了解到有价值的信息 不至于啊 被富人士越拉越远 比如电脑操作的一些基本知识 以及更加有效的搜索方法 那还有的就是对当下的一些新媒介平台的了解和使用 那这里面都充斥了大量的有价值信息 那第二 加强自己的阅读量 这里的阅读并非一定就是指读书 那凡是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都可以阅读 你现在也正在听我所讲解 这本身也是一种阅读 那只有当我们的阅读量多了 我们的信息池里面的信息量也才会越来越多 那其次阅读量多了 我们才能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那分辨出哪些才是有用的信息和价值 第三放弃垃圾信息载体 那现在有很多消磨人意志的信息 比如有一些人一刷到小姐姐就根本停不下来 那结果一刷就是一整天 对于这些没有营养的信息 我们要果断的放弃掉它们 刻意的去屏蔽掉它们 甚至卸载掉这些软件 我们要成为信息的受益者 而不是要成为信息的消费者 第四关注有用的信息源 那上面我们所讲了 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 信息的呈现是千人千面 那所以呢 我们要多关注有用的信息 有价值的信息 那这样我们的信息源也才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 那比如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可以多关注 多收藏评论 那这样系统就会默认为 我们喜欢这类型的信息 那以后会推送更多 类似于这样有价值的信息给到我们 那信息是无处不在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给屏蔽了 第五加强有效的社交圈 有效的社交也会增加我们的信息量 但是这里所说的是有效社交 而那些无效社交只会浪费掉 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生命 那互联网时代 正在禁锢普通人的信息获取能力 加速贫富之间的差距 以上四大原因 五种方法你都掌握了吗 那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有价值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